美国大选点票工作环在进行中,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继续领先,市市场乐观情绪升温,港股作敬弹800点,从上25000并升月250天牛红线,25418点,成交于1766亿元。 分析师指出,美大选结果占明朗化,虽然或会出现争议,但市场反应已足够正面,主要憧憬中美紧张关系或有望缓和,预计无意外的话,港股会教美国大选前平稳,为认为也要留意,若民主党不是大胜,日后美国推出重大财政刺激方案的机会将会下降,可能影响环球后市表现。 香港《文汇报》记者周兆基,昨日拜登获得的选举人票超越特朗普,引发市场憧憬,认为拜登入主白宫将令中美关系得到改善,令受美国限制的中国科技版块的忧虑得以舒缓。 内地科技股引领大市大幅上扬,港股跟随外围高开于600点后,全日报复性急涨809点或3.3%,以最高位25695点报收。 见7月13日以来高位,恒指一举升月250天牛红线,25418点,交投益大增至于1766亿元。 是两个月以来最多,情绪带动声势急不宜高追,要财政券研究部总监直耀辉表示,总统大选结果占明朗,是利好大市气氛的主因。 美股三大指数日前驱上升,但他对美股后市较审慎,特别是过去数日大市已急升,若总统选举结果拉脚,股市或会更波动。 此外,今次大选后,共和党营掌管参议院,意味美国压制中国的国策不会轻易改变,中资科技股未必会受惠。 至于后市方向,他指出,恒指昨日升穿了250天牛红线阻力位。 但升幅略嫌过急,特别是昨日科技股普遍大升,可能纯粹只由投资情绪带动。 现水平实在不建议股民入市追货。 中美科技角力未来势持续,拜登胜选机会大增,科技股强势,连带5G股也大升。 特朗普在过去四年,一直打压中国科技股。 即使股东大多为外资的公司,也不能幸免,当中港人熟悉的受制裁内地科技公司,就有华为,中兴0763,中芯0981,腾讯0700,支付宝及自治跳动等。 不过,市场人士相信,就算拜登当选,对华的策略仍会一致,指示手段略有不同。 要中美科技角力将会持续。 与此同时,内地在十四五规划中便提出科技要自立自强,反映中国发展科技的战略。 同样不会受美国总统换人所改变。 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,特朗普的行径较难预测,但实际上谈判与妥协的空间更多。 最后开出的条件都相对简单。 反而拜登在谈判上,倾向与盟友一起向中国磋商,在要求中国推出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上,吸中国的压力可能更大。 他又指,围堵中国科技的发展,以成美国两党共识,因为美国需要保护自身的高科技产业,故中美科技角力只会持续。 不过,林俊宏相信,中国的科技人才规模大,且具发展潜力,有条件做到自立自强。 科子手破8000关星5.5%跑赢。 腾讯,美团3690,京东9618作齐创新高,升幅介乎半成至一成。 年日前因蚂蚁上市失败而大跌的阿里9988, 逆反弹6.3%,并以294.6元高位收市。 修复周三大部分失地,科技龙头做好, 带动恒生科技再升5.5%创新高,修复8181点, 是首破8000点大关,当中特别是之前卷入中美贸易战的5G股中兴。 因为拜登当选机会大增,令该股大翻新,H股大涨18.8%, 是表现最好科技成份股。 中美恶劣关系可能有扭转契机,也令地产股向好。 印地1109大涨近一成,是升幅最大男丑, 汽车股继续落祸,吉利0175再涨8.7%, 同业比亚迪12110月新能源车销量强劲。 股价再炒高16%,并以197.2元破顶价收市。 指公司比亚迪电子0285亦大涨12.6%, 个股方面,长和0001宣布出售欧洲电讯资产, 股价逆升8.9%, 已经介入到了人们的生活,非常有意思。